已抵達倫敦的美國國務卿 馮佩奧星期二會見英國首相約翰遜 討論中國問題 輿論廣泛認為 馮佩奧這次訪問將會對美英加強團結 應對中國威脅產生重要的作用 就是在這次訪問前幾個星期 英國宣布禁止購買華為5G網絡設備 並且暫時停止了英國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 觀察人士認為 馮佩奧在這次訪問當中 將會與英國首相約翰遜 與政府其他官員討論 如何共同應對一個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中國 幫助約翰遜加強對抗中國的決心 馮佩奧計劃星期二 與約翰遜手上討論尋找其他企業 替代華為的意向 馮佩奧還計劃會見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羅冠聰 和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 美歐國務院在英國宣布禁止購買華為5G設備的決定後 發表聲明對此表示歡迎 國務院的聲明說 英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 作出了這個保護本國國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決定 而英國方面也宣布 中國立即無期限地暫停與香港的人道協定 並禁止向香港出口有關武器 此舉使得英國與中國 就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爭端升級 中國方面對英國的最新舉措反應強烈 中國外交部說 中國將會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 中國必然快樂